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 恭喜 恭喜 初次见面 祝你们二位百年好合 还有早晨贵子 谢谢 赵总 赵总 您来了 您怎么事先不打个招呼 董事长知道 也怪罪我们哪 难道我出来参加一个平常的婚礼 也需要向你报备吗 齐开 齐开 进去吧 这赵先生 方水师 这么嚣张 年轻人 他是有这个资格嚣张的 对了 你们两位新人怎么不早说呢 早知道你们是赵总的朋友 我们酒店会给你们打一个大大的折扣 而且在服务方面也会是一个高端的规格 不是 不是 那个 他什么来头啊 他呀 他就是我们兰桥国际的继承人 来 少背 他就是兰桥国际的继承人 传说中商业铁男子 刘兰芝的独生子 是他呀 就是他 真是阴晴潇洒 好标准附外带啊 对啊 我还听说 他是个海归 你瞧人家那气质风范 果然不一样 运行也太厉害了吧 难怪在微信群里卖关子 说是什么青年企业家 这也太劲爆了吧 这下他可发了 这兰桥国际 这盘子可够大的 怎么说 也得二十亿吧 二十 人生真是奇妙啊 想当初 雖然连五十万都拿不出来 你 你 你 谁知道 现在宁兴直接奔着二十亿去了 引火得福呀 这下宁兴啊 真是跳赏制作成风格 好了好了好了 同学们 咱们差不多了 得进去了 赶紧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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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大喜之日子要开心心的 对吧 走 进去吧 客人都等着呢 走 董事长 什么事啊 晃晃晃晃的 世界末日到了 丹桥来了 人呢 他是来酒店参加婚礼的 他不是说 永远不再踏进兰桥国际的大门吗 什么重要的婚礼啊 可以让他食言 宁兴前男友的婚礼 而且 而且什么呀 快说啊 他是以宁兴男朋友的身份出席的 什么 男朋友 没有 看来宁兴这个小丫头 手段够厉害的啊 难怪 她拒绝了冯静尧的诱惑 原来是瞄准了我刘兰芝的老巫 快去 宁兴给我叫上 是 董事长 什么时候开始 你和他 是什么时候开始交往的 董事长 我其实刚刚进酒店的时候 才知道赵丹桥是您的儿子 我在问 你和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谈恋爱的 是这样的 我昨天 请他做我男朋友 参加我朋友今天的婚礼 你是因为他才拒绝冯静尧的追求 因为你衡量比较了一下 你觉得赵丹桥比冯静尧更有价值 更能给你想要 是不是 不是 不是的 不是那样的 董事长 您相信我 您先我告诉你 赵丹桥是我儿子 是我唯一的儿子 他将来是要继承兰桥国际所有的一切 你拿什么给你做 家族 财富 人品 还是能力 董事长 您真的误会了 赵先生他只是帮我 才给我假扮情侣的 不是您想象的那样 妈 你这是要干什么 你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又要顾忌重演吗 赵先生你来得正好 麻烦你跟董事长解释一下 我们两个只是假扮的情侣 真也好假也好 是我自己的事情 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 走 站着 任何人 我是谁啊 我是你母亲 赵先生 麻烦您解释一下吧 我们两个不是真的男女朋友 刘董事长 听清楚了 是的 宁心就是我的女朋友 走吧 不好意思啊 丹桥 害你跟你母亲吵架了 别放在心上 刘兰芝与我就是这样相处的 她有很强的控制于我 你不要怕她 万一给你穿小鞋 马上告诉我 不会的 我就是个小食人 她不会注意到我的 刚才一时心急 为了气气她 谎称你是我的女朋友 对不起 说起来今天挺有意思的 先是你扮我的男朋友 现在就是我扮你的女朋友 不过这样也好 大家公平了 无论如何 谢谢你帮我 不客气 洪小豆有难 树洞怎么能袖手旁观呢 你该走了吧 我就住在这个前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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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董事长 听清楚 是的 宁心就是我的女朋友 如果她真的是我男朋友 该多好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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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酒喝的人也要饿行吗 你趟你睡吧 好 怎么呀 睡吧 初次见面 祝你们二位百年好和 还要早生贵子 人生真是奇妙啊 想当初 虽然连五十万都拿不出来 谁知道 现在宁幸直接奔着二十一去了 小夏惨了 怎么办 不知道 来来来 你们的咖啡 来 这个是你的 谢谢啊 这个是你的 谢谢啊 不用谢 这是抹茶味的水 怎么了 不爱抹茶的 我这还有拿铁的 宁夏 老板发火了 发火了 又谁惹他生气了呀 宁夏 你死定了 死定了 神神叨叨了 宁夏 你进来 快去 快去 赵总 我们的咖啡 你是跑腿的 还是送外卖的 天天就会干这些没意义的事 正是一件都干不好 不对吗 赵总 我以为我每天都在进步了 你进步 你进鬼门关还差不多 你收拾东西把手头工作移交一下 人事部会通知你的 快点 快点 走人 我不想再看见你了 赵总 你要是骂我 说我 叫我滚都好 就得告诉我为什么吧 我做什么什么 我可以改啊 你真的不用改了 犯这种错误 三年内任何相关领域的公司 都不会录用你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就睡了个觉 好 怎么全世界的 看看 我一直以为你只是太单纯 没想到你真是没脑子 要不是早上深谱的总监 亲自打量回来 我都不知道你竟然把 两家公司的合同发错了 现在深谱问我 为什么给他的价格比 给大为的高五个点 准备取消订单 你知不知道 一键板上钉钉的生意 都被你搞砸了 都是因为你 你告诉我 如果你是 你该怎么办 我知道了 赵总 我现在就是收拾东西 这一切 都自己负责 你怎么办 走 我可清楚啊 那样的学务可不计的万能简单 我也听说了 而且啊 这项目如果谈不下来的话 公司的股权好像就要被收购了 那辣子会通的路 能够高大呢 你一个职高生嘛 本来是男一种的 职高生 可是研究生毕业才进来做这个 那凭什么 说不定人家有后台呢 大家都听着 策划一组和二组检查一下 以前做过的项目 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够重新推进的 市场不联系广告商 看看有没有可能追加APP的广告投放 以前回去过的也联系一下 公关组在网上发一个众筹的活动 好 开始吧 Lucy 你马上联系一下律师 然后让她再看一看合同 看看有没有什么可挽怀的地方 其他人 三分钟以后到会议室开会 你好 吴总监 是这样 对于本公司工作人员的失误 我向您道歉 道歉有用吗 我倒是要感谢那位实务的员工 让我们知道了 很毫无诚意的欺骗性 我们已经没有积极看下去的必要了 再见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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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老板 对对对对 你听我说 这 这是一个误会 我马上去登门解释 马上 谢谢 哎 又被开除了 你这是三进三出啊 我怎么发现你们老板有开除人的癖好呢 哎呀 我真的是太糊涂了 我居然把公司单大声音搞砸了 我笨死了我 有什么好生计的 此处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 要不你乖乖去我那儿当你的老板娘吧 我原来觉得 对麦威没什么感情 就是想踏踏实实的工作 就得起这份工资 而且我很讨厌赵丹桥 我讨厌他不可一世 冷酷无情 但我知道要走的时候 我有一万个不舍得 我觉得忙忙碌碌碌的感觉挺好的 就算是换桶水 买杯咖啡 都是一种幸福 现在 我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 我觉得我好像被他们都抛弃了 而且 我对赵丹桥 也没有那么讨厌了 最重要的是 他越来越像我的树东先生了 不会吧 我以前没发现你有受虐的倾向 我觉得问题很严重 我必须救你于水火 跟我走 干嘛 走啊 去哪儿 我 你干什么 你到底带我去哪儿啊 跟我走得对啊 来 现在还有心情谈情说爱 心可真够大 只好 与你 而是 她的 她的 茅子 主动 先生 对不起 放� е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请问一下 你们老板什么时候回来 抱歉 我不知道 树洞先生 在干嘛呢 树洞先生 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这首曲子吗 因为 它可以让我触摸到逝去的亲人 给我勇气和希望 我很累 能陪我看场电影吗 你啊 安安心心地 给我在这儿待着 省得我每天为你担惊说话 秦浩 别误会他啊 你就当成一个好心人 收留一个流浪汉 谁 谁流浪汉 好 老板娘 懒得理你 说真的 你呢 就好好地替我守电 我可不是你们老板 不会有事没事地 闯人鱿鱼 行吧 反正都穷途陌路了 那一直都委屈本大小姐了 对了 能不能再给我点时间 因为我还有需要处理 没问题 你坐会儿 我给你做点吃的 我感谢您一个人 我来说 好 我来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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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电影是你最喜欢看的一部港片 猜猜看 这么老的电影 都几百年前的了 你还猜猜看 二零四六嘛 我最喜欢的 我们进去吧 走吧 在他身上我学到一件事 只要你自己不放弃 你永远都有机会 我准备了你最爱的电影伴侣 这么爱吃零食啊 这些零食热量都很高的 你不是说你最喜欢小学门口 小麦布里卖的那种零食吗 你自己说的话你都忘了 我是很爱吃 我是很感动 我来看电影 也帮我带这么多好吃的 带这么多电影伴侣 你知道吗 我以前总觉得麦力酥的味道 有些奇怪 但你说吃麦力酥 要把外面的巧克力刮掉 麦芽糊才是精华 好吃 小时候 我妈妈忙工作 没有空给我做饭 总是丢给我一堆小零食 当时吃的我都想吐 我发誓一辈子不再吃零食 但现在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真怀念小时候 你不 你不吃吗 吃 今晚想带着黑伤口 习惯了 因为一段不被允许的爱情 周沐云的内心早已封锁在过去的2046 你不是觉得吗 一直在说拱命是主演 可他抬脸那几个镜头啊 我还好 那个日本人应该 应该是沐村吧 他好熟呀 你不是说你最喜欢这个电影吗 确实是我最喜欢的电影 我太准备看有点忘了 他没听就能 yap 也不这么μη顺 他没听不着 你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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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会��고 Uncle you 也不愿意 空ает 我太 easy opus 对不起 í von 我 moments 我就是 services 喂 喂 赵总 我们联系过律师 也联系了多个大型企业 这么着急临时改变合约的合作 恐怕有些困难 明白了 谢谢 走吧 丹强 怎么了 有什么事情 可不可以告诉你到吗 还记得上次在西餐厅 我的那位同事吗 记得 怎么了 由于他犯了低级错误 把我们整个公司 都拖入极其危险的地方 经历 严重吗 其实他一直以来 表现不错 工作勤勤恳恳 性格也开朗 但是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 实在叫人无法理解 或许碰到了棘手的私人问题 什么 没什么 说真的 你虽然跟我讲了那么多的秘密 见到真人以后 真感觉不出来是同一个人 有什么不一样 网上的你 让人感觉挺开朗 挺感性的 但是现实中的你 很理性 对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喜欢哪个人 人或许都有双重性格吧 你和我都不例外 那真实的你是哪种 时间 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目标 也许都有 权挑衅 可以 你 可以 能放着 你 力道 哇 我 都不顾 我是Muai 的旅游策划 寅夏 这一次发作合同的事情上面 是我一个人的责任 所以我向您 还要您的公司 郑重地道歉 希望可以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同样的团队也建设 你们报给我们的价格 也报给大维的价格 高了五个点 我不知道你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但在我看来 你们这就是恶意欺骗 如果您要仔细看合同就会发现 其实在各个条件方面 两家公司差别很大的 而且这个差别绝对不止五个点 关键是 之前你们对我们公司 也是很认可的 希望可以把我们重新列入 考虑的名单之内 宁小姐 你是代表你个人吗 我记得 你在发达的流行中著名是 麦威 理性策划专员宁夏 而不是宁夏 退一万步讲 即使我认同你这个旅游策划 难道我们信任一个如此不靠谱 连合同都能发错的公司吗 吴先生 你们之前也考察过我们的公司 对我们公司的发展和情境都非常了解 即使是这样 还是要放弃吗 宁小姐 我觉得我们这次贪婚 快结束了 你可以离开了 但是我们合作绝对不止一年的 还希望你再考虑一下 你如果再不走的话 我要先跑 吴总 等等 这位是 您好 我是麦威的旅游策划宁夏 我是这家公司华东大区的总裁 你们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 你还真的认为自己能拿回这个合同吗 好 我给你一天时间 如果你能让我信任你 这个合同就给你们公司了 怎么 不知道怎么办了吗 知道吗 信任一旦破坏 是很难有办法修复的 稍等 您给我一次机会吧 您相信我 我可以做到 我可以想办法的 有什么办法 赵总 出去 别跟我们公司丢人了 卢总 卢总 您好 我是麦威的总裁 关于合同的问题 让我来和您谈一谈吧 如果赵总是来道歉的话 我想就不必了 你们道歉 只是因为被我们发现了 如果没有被发现了 你们还会有丝毫的歉意吗 我当然不是来道歉的 您是商人 您也知道 生意的事本来就是你情我愿 我们开嫁你们同意 有什么歉意可说呢 如果我是你 我一定会选择和我们合作 好 说说看 你既然知道我们加价 就应该以此为把柄 重新和我们谈判 为了百分之五的差额 浪费这么好的机会 我为您布置 而且在目前林立的旅游公司里 我们并不是最好最强的 您之所以会选择我们 麦威公司 我相信您是看中了 我们公司的优势 您一定还准备和我们 开展其他领域的合作对吧 您说呢 我确实想对你们公司 进行二轮注资 这些我会跟您详谈的 赵总 对不起 走吧 你去哪里一起走吧 我还是坐地铁回去吧 您不是把我辞了吗 而且也不想见到我了 我先走了 您先走了 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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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 咖啡 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不想干跟宁夏一样给我滚蛋 对 你是老板 您爱开除谁就开除谁 你就是一个昏君 宁晨当道 忠臣受辱 等等 等等 回来 你刚才话里有话什么意思 我认为宁夏是被人陷害的 你看他平时为人忠诚 任劳任怨的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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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用跟我扯这些没用的 我不是让你在这里为宁夏打抱不平 我真没瞎说 你知道吗 上次那个竞标的时候 他电脑里的BPT是被人故意删除的 多亏他当时机灵 他能口述出来他自己所有的创意 要不然真是小人得逞 这么严重的事情 你为什么不早点说呢 他不让我说呀 他怕给您添麻烦 对了 老板 咱们公司不有监控吗 或许能还他清白呢 我还不让她再来 在这期间的词画上 让你尝试一下 我认试一下 我认试一下 你还能够用 我认试一下 你会选的 我认试一下 我认试一下 我是不合格的 我认试一下 我认试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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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提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这是我老板 老板怎么了 老板就可以欺负人啊 宁夏 我给你打电话是想告诉你我们已经查实发送邮件的事情是陈磊故意想陷害你我们也已经报警他也被公安警官带去立案侦查我是来向你说对不起的 对不起 对不起 你看看你不可一字的样子 做错了事 冤枉了人 说成对不起都那么难以起始吗 我告诉你 小夏在你眼里可能是个小草 你可以轻视他 但是我这儿他就是快跑 谁也别要欺负他 走 等一下 等一下 你先回去吧 我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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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对不起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回到麦威工作 我知道了 赵总 我对不起啊 浩子他太冲动了 快点回去吧 挺晚的 快回去吧 走吧 奶奶 滚 来 陪我喝一杯 你知道我心里有她的存在 自她死去的那一刻 把我的心也带走了 再也没办法把心打开 没有人 没有人可以进去 有时候一个转身就是一辈子 丹桥 你应该放下过去 才能获得更圆满的自己 勇敢点 重新开始 我相信徐露在天堂 也会微笑地祝愿你幸福 那你还没想到我 你还没想到我 我还没想到你 我会想到你 老板 哪杯咖啡 多少钱 十元 来 十块 谢谢 谢谢 来 十块 拜拜 咖啡 小夏 好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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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终于回来了 好 谢谢你 别客气 你又没做错什么 是那个贱人最有应得 我跟你说啊 我是最讨厌那种 欺负咱女人的男人 怎么会解释 老板请你们来上班 不是请你们来闲聊的 老板 我们没有聊八卦 也没有挖别人隐私 我们再讨个工作 好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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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贺冯先生 这次的珠宝秀非常吸引 非常成功 以往的珠宝秀都是以名模为主体 称呼了珠宝的奢华与华丽 这次你们公司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爱德华珠宝是第一次在大陆举办珠宝秀 所以我们当然要另辟蹊径 来表示我们对这个市场的重视 这次珠宝秀那么成功 我首先想感谢的就是我们的刘兰晋雲同事长 刘董事长请您谈谈此次珠宝秀的主题创意 我们这次是请出了我们最优秀的创意团队 进行了一个全新的设计 从一个全新的理念去诠释了爱德华珠宝 王宝 你好 王小姐 我非常感谢 这次发布会相当成功 如果兰桥国际的企划部 我觉得对你来说实在是大财小费 我马上要成立一个新的管理因子 我期待你家忙 刘总 您太可爱了 不用急着回答她 这是一个重要的军事 好 各位同仁 首先 过后我们此次珠宝秀圆满成功 这个月我们企划部奖金提高20% 我们董事长还特别表扬了我们企划二组 董事长江大厨 董事长吉金对二组进行额外加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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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发给我一笔很可观的奖金 有空吗 我请你吃鹅肝大餐 红小豆什么时候变得奢化起来了 鹅肝 不是砂锅或者烤串吗 等我初筛回来我请你 今天有什么八卦可不想就可不想 干啥一天不合理呢 其实就是 每天都要再干队啊谁知道 尤其是 老板 这是什么呀 我最讨厌廉价的打包盒 有害健康 对了 明天和我一起出差 你准备准备 这个赵霸屁 每天早上吃我早餐不说人谢谢 这么多饭盒呀 还让我每天早做早餐给他吃吗 完蛋了 你是去做业务考察又不是去做背包课 就不能换个包吗 你不觉得那包跟我特配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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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屁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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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欲与君相知 长命无缺衰 山无浪 江水为疑 冬雷震 下于雪 天地和乃敢于军决 天哪 树洞先生回来了 你不是那个讨厌的赵丹桥 那么开朗 感性 又有孩子气 你就是树洞先生 想什么这么出神 难道 为我的文采吓到了 是是是 多才多艺 赵丹桥子 你穿了什么 让我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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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看一下 我就看 我的衬衣 不就是一些衬衣吗 我赔给你 我才不要呢 你给我洗眼衣 你 PLUS 你给我找什么 你自己去看 你自己去看看 我一定看的 你先去看 你这样子 你得带了你 你去看 我看到你 我一定看它 我 你得走了 你好 我们是麦威公司的 赵总 宁小姐是吧 娃总监已经给你们订好了房间 这是房卡 请收好 2046 我这个房间 2046 你为什么喜欢2046 可能因为它是偶数比较吉利吧 那我要这件 这是怎么这样啊 不管怎么样 这个衣服给我洗了 马总监 赵总到了 小赵总啊 应该叫赵总 赵总 你好 你好 马总 你好 了不起啊 放着这蓝桥国际的少当家不做 偏要去自己创业 而且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啊 就做到了行业内的领军人物 不简单哪 现在像你那么有抱负 又有能力的年轻人可不多见了 马总 您过奖了 您才是酒店广告业的标杆人物 我早有耳闻 听说好几家国际连锁酒店管理集团 高薪挖你 你却不动心 马总这种品德才是需要晚辈学习的 过奖了 这是我的助手 马总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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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名字好听啊 来来来 坐坐坐 来 请好 小王 把茶倒好 尝尝我们今年的新茶 这个啊 可是我们当地的土茶 生长在山上的 绝对是无污染 纯天然的健康食品 来来 怎么样 味道不错 赵总啊 这个新茶啊 我让您准备了几份 到时候啊 麻烦你转交给刘董一份 他可是这品茶的专家呀 马总 你知道我们都是办实事的人 我就不绕弯子了 您知道我来是希望你们酒店 能在我们平台投入广告 因为我们Myway公司 是第一家适应互联网思维 和个性化时代的旅游公司 与上个季度相比呢 我们公司这个季度的营业额 提高了五个百分点 占到了市场份额的 赵总 我知道 你们现在公司的情况 和前景啊都非常好 我在见你之前呢 我们也做了深入的调查和研究 那您的意思 但是呢 在这个谈戏的之前啊 我想要先问你一个问题 好 您说 这个蓝交国际啊 毕竟是赵总的家族企业 我很想知道 赵总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个平台 引入其他的酒店 这样不是在给自己的家族企业 唱对台的戏为敌吗 不瞒您说 这个问题刘董事长也问过我 甚至和我翻了脸 可我总觉得未来的世界 是个性化的 网络化的 移动化的 我们抢占先机 建立平台 整合资源 做特色化的服务 也是让包括蓝桥在内的酒店 从中受益 我首先要考虑的不是蓝桥 而是我们自己的生存发展 这就要靠广告头放了 这年轻人啊就是有朝气 那我也打开天窗 说亮话 经过我们的研究啊 我们初步决定 就在你们的平台上 做一年的广告 谢谢马总 赵总啊 你也别高兴得太早了 我呢 也有一个条件 就是如果我们在你的平台上 投放一年的广告 我想你们的APP上 要付证给我们两个月的 软广告的植入 这样呢 来体现我们的品牌精神 怎么样 没问题 赵总啊 你也别答应得那么爽快 据我所知啊 你对这个金氏娱乐 也给出了相同的条件 我想知道赵总 如何来解决 这个重叠这两个月的 这个时间呢 马总 怎么解决问题 是我需要考虑的事情 如果我没有做到 您只管向我兴师问罪就好 好 那我就通知法务部 做出准备 合得愉快 谢谢 小王 好 孙总 赵总 请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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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